Hello 大家好 我是肥仔傑 今天是2022年9月27日第二段影片 這段影片有兩件事要和大家討論 首先是一件很荒謬的事 但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在非洲竟然出現全球首宗黑猩猩被綁架的案件 而綁匪甚至找到黑猩猩的家屬 就要求他拿贖金 而這個贖金竟然高達港幣三位數字 整件事是十分荒謬 但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這件事 因為始終是全球首單 而這件事 為何這群綁匪會綁黑猩猩 他們又如何找到黑猩猩的家屬 又如何問他拿贖金 一會後會和大家討論這件事 另外第二件事想和大家討論的就是過渡性房屋 接下來將會是李家超特首上任後發表第一份施政報告 而在施政報告的內容 近日有消息人士指 有機會將現時的方艙醫院改建成過渡性房屋 稍後會和大家討論這件事 亦會和大家分析哪些方艙醫院適合改建成過渡性房屋 而哪些人又可以入住過渡性房屋 而這些方艙醫院改建的過渡性房屋 又會衍生甚麼問題 稍後會和大家討論一討論 在影片開始前 希望大家可以Like這條影片 分享這條影片 等更多人收看肥仔傑的頻道 也希望大家可以按右下角訂閱和按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條新影片 首先第一件事 我覺得是一件頗荒謬的事 但又頗有趣 所以想和大家分享這件事 在近日非洲傳來一宗驚人的綁架案 綁架人 綁架富豪 綁架富豪的家人 大家這些經常都會聽到 以前香港也發生過 連李嘉誠也可以成為受害者 綁架這件事在全球周時有發生 但沒想到這次被綁的主角竟然不是人 是一隻動物 核聖聖 近日 根據美國有線新聞網CNN的報導 就說在9月9日 位於非洲江國民主共和國一個地方 叫做盧本巴希的地方 有一間叫Jack動物收容所 發生了一宗聖聖的綁架案 你沒聽錯 是核聖的綁架案 這個收容所本身是收到一些寧長類的動物 例如猩猩 猩猩 全部都有 而收容所的創辦人表示 這個匪徒在9月9日 凌晨3時 夜媽媽 靜靜地偷偷地潛入園區 然後綁走了三隻黑猩猩的BB 他們全都小小 而這些黑猩猩的BB 本身就是收容所的創辦人 今年年初在非洲野生動物的動物販 即是動物買賣的人口組織裡救出來 然後綁匪還向她和老婆發送三條訊息 亦前後和他們發送兩條 就是他們的猩猩BB被綁架的影片 從這些影片中可以看得出 有兩隻猩猩在地上找地方躲躲躲躲 神情非常緊張和徬徨 而另一隻猩猩站在桌面上 雙手被鐵鏈綁綁在頭上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這隻猩猩曾經試圖反抗 但反抗不果 始終他們都是猩猩BB 試問一下如果變成很大隻 像是King Kong那樣大隻的猩猩 那些綁匪又夠不夠膽去綁他們 而這次收容所的創辦人表示 匪徒向他們索取大量贖金 而且表示已經和這些猩猩下藥 如果不讓贖金 便會傷害猩猩 甚至要把他們放在網上公開處決 斬他們的頭 而且會把頭寄回收容所給他們 而且匪徒不僅說威脅 會綁架創辦人的老婆和小朋友 但由於外國媒體 包括CNN 沒有報導過贖金的價值和貨幣 如果根據非洲光果共和國的貨幣去計算 以光果法郎去計算 六位數字的贖金我當成10萬 計算港幣是380元左右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這次綁架金額算是大還是不大 但這件事十分荒謬 可以說是世界上首次有黑猩猩被人活生生地綁架 而且匪徒還懂得找人獲贖金 他又不去找黑猩猩的媽媽 他又選擇去找收容所的創辦人 老實說他找不到黑猩猩的媽媽 也不知道誰打誰 生了誰 也算了 最重要是他夠不夠膽去綁黑猩猩 那麼大隻那些 他當然不夠膽 所以這次綁架了小隻 而收容所的創辦人亦表示 匪徒曾經跟他們表示過 他們本身是想綁架他的小朋友 但想不到小朋友在店內沒有出現 所以最終綁架小朋友 不過最終綁架了三隻黑猩猩 而收容所的創辦人表示 他們是不會支付贖金 他們說如果按照匪徒這樣做 就是會創一先例 而匪徒會認為用同樣的方式 威脅其他動物都會可行 所以他們決定不交贖金 亦不會動搖他去救黑猩猩 和其他被反賣的黑猩猩的決心 而且他承認和表示承諾 他會用盡一切方法去救黑猩猩 當然這次我真的不知道是笑話還是不笑話 笑話的點是有幾個 第一個是想不到黑猩猩也可以被綁架 而第二個是想不到這些匪徒也頗蠢 這次如果真的按照剛剛所說 按照非洲法郎去計算的話 這樣也就是說 這些匪徒綁架這三隻黑猩猩 實際上賺的是三千多港幣 在非洲不知道算不算多 但有一點可能那群匪徒真的想不到 就是原來黑猩猩在市場上是有市有價 非洲黑猩猩從二十世紀初 有100萬隻已經急速減少至30萬隻左右 亦面臨絕種風險 而有不少有錢人都希望養黑猩猩做動物 所以這個黑猩猩在黑市的價錢一直居高不下 一隻黑猩猩大概會被炒賣至一萬英鎊 折算今天最低的英鎊價錢也有百萬多港幣 如果去到高位甚至有十一萬港幣 十一二萬港幣 所以黑猩猩成為綁匪的綁架目標 但這些綁匪很大機會是因為貧窮限制了他們的想像 根本不知道黑猩猩是這麼值錢的 如果知道的話 用不著人拿贖金 又說要施票又成 大喇喇 十萬港幣一隻 這三隻三十萬 你忍不忍心剃下他們的頭 還要收那三千多元的贖金 想不到 不過算了 這段影片他們看不到 非洲人就算看到他們亦不會聽 這件事我們自己說笑笑就算了 這件事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希望但願那三隻黑猩猩就沒事了 始終猩猩也是寧長類動物 人類也是寧長類動物 所以變相也是同類 我們也要好好愛惜一下 而且始終生命無駕 每一個生命都要珍惜 歡迎大家下面說說你對這件事的看法 說完這件事 我想說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就要說說過度性房屋 接下來將會是我們現任新任特首 李家超特首首份發表的施政報告 近日有不少消息人士 在這份施政報告內到底會有甚麼出路 但近日收到的封 最可信 最可靠的封 就是接下來的過度性房屋可能即時會出現 多年前 林鄭月娥已經開始表示 要增加過度性房屋的供應 在2019年的時候 我們的前特首林太發表施政報告中表示 在三年內希望提供一萬個過度性房屋單位 然後將目標進一步增加到一萬五千火 而在2021年他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中 甚至加碼到兩萬火 而當時的運防局局長陳凡 亦在今年五月曾指出 連同已經投入的服務 動工 招標 已經開始前期工作的過度性房屋 當時的單位總數已超過兩萬個 目標已暫時超額完成 但很多都是剛開始動工 有段時間還未建好 所以為了應對緊急的需要 近日有消息傳出來 未來的施政報告 將會考慮將現時的方艙醫院 改建成過度性房屋 近日我們這個消息為何很真確呢 我們從政府近日的施政手段 我們已經可以看出 政府現在已取消了每天的疫情記者會 亦開始了0加3的入境防疫政策 而對於確診的人士 亦沒有大規模要求隔離的措施 大部份都是以居家隔離為主 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對於這些方艙醫院的用量需求不大 加起來假如疫情真的爆發得很厲害 像現在每天幾千宗 其實你兩天已經可以打爆方艙醫院 大部份人始終都要留在居家隔離 所以在政府的角度 就算有沒有方艙醫院 其實不影響疫情的大局勢 所以方艙醫院有機會廢棄 當然如果真的出現很嚴重的疫情問題 也會用回方艙醫院 但暫時看到很多方艙醫院都是備用的方案 而近日有一個方艙醫院被譽為最佳的方艙醫院 改建成過渡性房屋的位置 就是現時在啟德郵輪碼頭旁邊的啟德方艙醫院 那個方艙醫院合共提供了2700個單位 樓高是四層 亦設有多個家庭式的大型單位 而這個啟德方艙醫院和其他方艙醫院最大的不同處 就是一來它大 二來它有獨立的廁所 每一間房都是獨立廁所和浴室 亦有一個非常特色的 就是四層樓高 有升降機 有升降機 而部分單位簡直是全海景甚至是煙花景 而這次的方艙醫院可以說是轉變成過渡性房屋 最佳的地理位置甚至最佳的設計 啟德方艙醫院是這麼多間方艙醫院 落成最遲的方艙醫院 所以設備和設計上比較完善 據說李家超特首上任後 應該會著增加過渡性房屋的供應目標 而消息人士亦透露 政府將會重新審視所有可以用來做隔離或治療的社區設施 探討哪些會有潛質成為過渡性房屋 有人問這些過渡性房屋是否真的幫助香港人 哪些人可以申請 事實上過渡性房屋只不過是大家申請公屋前的過渡 對於一些經濟上十分有困難租不起私房 急需要有地方居住的人 他們在輪候公屋期間可以居住在過渡性房屋 又或是搬遷 遷渡 像某某村要重建那些 然後暫時安置便會安置他們在那裡 這是一個過渡性的計劃 不會住很久 而如果你本身是一個收入有分之一 你又不想環境這麼惡劣的話 你可以不住去過渡性房屋 不過這些過渡性房屋其實亦有兩大很重要的問題出現 首先第一 現時的過渡性房屋 其實不是由一些正式的打樁 磚牆建出來 啟德那邊貓似是用一些類似鐵皮搭來搭去搭出來 所以如果按照現時的格式被人住 其實是會有隔音的問題 以及有少許安全風險 甚至漏水的風險 而第二點是電力供應問題 由於方艙醫院的設計不預有人煮食 所以整個設計沒有駁到任何煤氣管 但假如有人入住的話 煤氣煮食等肯定是必須的 少不少走不掉 而電力供應方面 其實現時的電力亦是一個比較低用電量 亦不預計放雪櫃 放電池爐 吃火鍋等 所以電力供應方面也有機會需要改善一下 才可以被人住進去 所以事實上現時的方艙醫院 是接下來應該要改建一下 或者重新修緝一下才可以改成過渡性房屋 不過對於有過渡性房屋的落實 亦是一件好事 可以減低大家在輪候公屋的時間 亦可以加快排隊的時間 不用每次都要排到這麼長龍 又要等很多年 然後分配屋不喜歡 又要等很久才能排到另一層單位給你選擇 這些都是一些辦法 同時舒緩到基層 解決劏房解決龍屋問題 過渡性房屋亦是其中一個必須要做的事情 在此期望未來特首的施政報告會是怎樣 歡迎大家下面留言說說你自己的看法 今天時間來到這裏 如果喜歡肥仔傑影片的朋友 希望你可以Like這條影片 分享這條影片 等更多人收看肥仔傑的頻道 也希望大家可以按右下角訂閱和按鈴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條新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